2023才结束没几天 有充满希望的好事 也有接连不断的坏事 但至少生出奇幻世代的我们 这几个月以来 能有无质啊 有赫鲁库 有迷宫犯 还有葬送的福利连 这些美好的作品 是非常幸福的 大家好 我是雅思云 在我内心的糟糕念头 神的无可挑剔的布库 开启第二季的序片后 额我纯粹只是想放他的OP画面而已 拜托我们的运镜 那动感 那流畅的乖 总之精彩的2023结束了 取而代之的是 潜力无穷的2024 而自从上半季就有不俗表现的福利连 即将进入最高潮迭起 也最多新角色同时登场的 终继大唱片 一季魔法式测验篇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篇章 虽然乍看之下少了点感性 少了点回忆 多了更多的魔法战斗场面 与竞争一事 但是有服用过漫画也知道 在呈现起后 牢固新角色与我们的熟悉度 这点之上 势必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以下我们就来聊聊 第一个 上下半季的差别 看看点 第二个 当然 是来分享新OP Yushika 哈鲁的感觉 第三个 我们来介绍新的帅哥 新的老头 新的妹子 以及谈谈魔法 为什么官方下了这么一个副标题 魔法是自由的 如果你有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都欢迎直接在下方先请留言分享 那么 在我们进入整体前 首先 我很喜欢上半季 Yushika 勇者的诠释方式 因为许凤与收放感是 形形色色的 而当纪念动画 越来越注重主题曲画面 与歌词本身 极能反应作品叙事内容时 一首歌怎么去诠释故事的精髓 就变得很重要 而当然绝对不是想朝任何动画放送的 前后几首歌曲 谁比较配得上作品本色 像是福利连囊括 OPED与最终歌 其实都有着不俗的表现 有些表面横须 内在情感丰富 像是 Anytime Anywhere 有些歌词直白 经过一话话才开始入围 像是 勇者 Yushika 所谓将小说音乐化的尝试 我在去年一起分享 有阿苏比小说集的书评有提过 无论你是先听歌 再看故事 还是先看了故事 再细听 皆会有不同的感受 以叙说故事的文体 编曲来呈现曲目 它确实有个小缺憾 就是讯息太直接 风味不个特殊 但说真的 对我来说 就算看过漫画 也是一步步看完了动画 才会越去发现 勇者这首歌的 精妙之处 它就是一个 倒吃甘蔗的体验 每多了一次西米尔的回忆 多了一排旅途足迹 多了一份 对世事勇者的缅怀 和和平之事的感叹 另一段段歌词 就会像拼图一样 逐渐契合 一句词 对着一个小章节 让已完结的 勇者的十年 扩大为未完结的 精灵的千年 直到整张 美丽的风景完成 直到上半季 十六号演完 至少勇者一曲 清晰地代表了 福利廉初步 所想传递的价值 同时 也是上半季的轴型 如果是勇者西米尔的话 就会这么做 勇者西米尔死后的世界 我们正踏足他曾走过的路 重温着相似的时光与感动 顺着他的影响与指引朝向远方 而在动画组与音乐 演出方方面面粉毫不差的表现之下 加入了细节 加入了幽默 加入了阿古拉二创制造机 还有加入细水长流的情绪不成 成就了无懈可击的动画改变 而来到了今年 从对魔族战 以及感性叙事的主体 转为对人战 理性叙事的主轴大变化 还有从U-A-Tobi的勇者 换到上把YouTube音乐发烧排行 第十名游戏卡的哈鲁 就像是从幽灾解决事件的公务电影 变成新势力29年罗马经济场生死痘 好吧 应该是没有那么夸张 因为在这个一集测验片 你的主角已经不是无处不在的勇者 而是各形各色的大小人物所带来的私信 在正式进行平常前 就上架的哈鲁 就显得相当有意思了 哈鲁 雨霞后的晴天 怒放光彩的大天空 这不仅是代表接下来篇章中 鄙视的场地状态 更一针见血贯穿了登场角色们 不得不面临的心情转折 竞赛这种东西是残酷的 票多的饮 票少的书 就这么简单 不是 超超大小人 你还赠了这个成年两个人啊 我们重来 在只能万中选一 或是百人选十人的比赛竞争中 并不是所有故事都能像赫鲁库那样 欢欢乐乐富有运动家精神 在葬送的福利连魔法 一面能力定读一切的世界 人们在这甚至可能赔上性命的场合 或多过少都必须抛弃天真 所以你们发现 届时福利连与费伦进入一期魔法时的考验时 确实还是有怪人 还是有可爱的互动 但起初的整体气氛是仿佛 英语绵绵 云翼必空的底气啊 就算明了悬殊的魔力差距 也没有人是来这里等书的 也因此擅长呐喊出先里话的Youshika 在歌词中大量使用放情啊 风吹 睁眼等敬意词 由恍惚闭眼间的徐徐清风 到拂过原野花海的振振春风 从云雾里 雷门间的悲怆心情 到云雨上 晴空中的释怀一笑 见到副歌的 以敬影会又冲击力强暗的方式 体现了雨后天晴四个字 所表现出的幽远 透彻 还有新世界光明大放的自由 更也代表着 当每个人愿意转身走出自己的阴暗 重拾雏形来 好好了解自我的魔法时 视线前方的景色 将会是一片春华绽放的天晴 再加上快版的传定节奏与旋律 和有如真的在灿烂天晴之下 唱出的歌声 哈鲁一曲 就已经用技艺术又清合的方式 完美诠释了接下来篇章的 极其夫妇 结合了崭新的好歌 以及副标 魔法是自由的 你又觉得有什么样的含义 都可以在留言好好说出来 而也是在这么一个 每个角色只有属于自己的故事的剧情里头 这些故事也才总能再再 再度连回那名勇者 或是换个角度 连回证明众人皆知 了不起的魔法使福利连 在现在的剧情中 有自显化时代存活至今的魔法使 顶点施主赛蒂耶 大陆魔法协会同为当代一级魔法使的 列伦林 格纳乌和杨泽 表面粗暴强势的 北部魔法队队长威亚贝尔 与威亚贝尔组队的三级魔法使 夏尔夫 魔法学校的熟悉少女艾莉 彼此为二十万半 一兵一水相辅相成的拉皮莲与康涅 名字在德语有奔跑之一的超快女子 拉奥芬 其实丰富而冷静的二级魔法使 李希塔 老奸巨华的自身宫廷魔法使 邓肯 看似无精打台但观察力强的兰特 当然 还有也许 呃 大家最想看的骚女孩 曾杀害主考官的魔法使 尤贝尔 而且是长谷川玉妹姐姐配音的 要 要扛不住了 其实本作所有角色的德文原名 都和他们专精的魔法或各线地位 有着紧密的字役关联 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去查查看 而本篇章虽然可惜 没什么小叽叽战士发挥的局 但我们曾在上半期见识过 弗力莲与废轮的强大 也依旧会体现在这次的测验当中 毕竟 就像我刚刚说的 竞争是残酷的 在第一轮少组成员无法凑齐 就失去资格的规则中 所有人都必须拿出真本事 隐藏魔力的欺骗也好 连发的火力牙齿也好 舍弃人心的战斗本能也好 一个人对于自己魔法的熟练度 决定了未来数秒的生死 所以光是OP画面中魔法的速度感 魔法的美轮美奂 魔法令人振折压迫力 与反向的温柔 加上出场人物们 与每一帧变化的神情细节 就看得我十足过来 再说一次 在葬送的福利莲 这部以另类角度诠释魔法之奥妙的作品中 魔法不只是用来杀人的武器 不是单调思维的吸收与放出 更不是有绝对优劣的冷冰工具 而是可以百花齐放 自意延伸的食物 就算是同一种魔法 在不同人手上 也会发挥出意想不到的效果 而随着一个人的成长 小小的魔法 终有一天也可以贯穿大地 非常高空 就像是放晴的无垠蓝天 无拘无束 自由自在 与这每一个行为 都可以是一种魔法的大地 尽心尽力的魔法使们 都将因各自的魔法 决定往后或伟大或平凡的人生 而在这个本格奇幻大爆发的年代 相信 未晚带去的福利莲 能继续为我们带来精彩可及 不断进化的大型去相聚 以上的影片就到这边 更多福利莲的故事 我想就留到几周后的年度十大 再来述说吧 歌曲啊动画啊角色的魔法 你有什么想说的 都欢迎在留言区一同分享讨论 大声大喊 喜欢影片的话 也别忘记订阅 追踪支持我的频道 &社群 那么就这样 享受故事 好好生活 我是雅次元 2024新的音点 更多内容 更多创作 还请多多指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